對 我告訴你 對 不要動 妳不好坐坐 妳覺得不好意思 結果發現其他人也都有用這招 沒有 會發現到有做這招的人 在打牌的時候 一隻闖陸 要不然一隻這樣做 工作不要太大 基本上我的意思是 我帶給人家惡靈 自己跟運動 自己跟運動 都要用這招 在打牌的時候 會提升的意思 妳不要一上桌就用 那就沒意思了 好不好 初一財運旺最好的好不好 天天可以打 而且可以打一整天 對啊 為什麼呢 因為妳那天好 朋友運非常非常的好 我們跟大家講 因為財運旺 朋友也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們剛剛講到走村 所以溫婉還是要去走一走 還是要天廟禮拜一拜 好 花小錢一定會賺回更大的錢回來 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 除夕夜 守歲團圓夜 開運祝你 諸事如意慶團圓 就歲出去好運到 歡迎收看 開運堅定團 大家好 我是協志 大家好 我是錦雯 今天除夕夜 今天是我們的 諸事如意慶團圓 今天是大家觀念的日子 對 這個是協志跟錦雯 第一次在這個除夕夜 跟大家一起團圓 對 今天很多人都跟我們一樣 現在一樣 大家還在圍爐有沒有 沒有… 我們這個時間 可能人家大部分人都圍爐完了 開始在忘記了 我跟你說 今天不要錯過 因為今天老師會教大家 國際上逢賭必贏 國際 所以你到國外去賭也會贏 所以一定要鎖定我們的節目 對 重點就是說在除夕夜 因為明天開始就是新的一年 金豬年 所以我們在這個金豬年 會教大家如何發財 如何讓自己過得好運 但這個除夕夜 當然除夕一定要團圓 對 一定要團圓 團圓家裡一定要有家長 還有媽媽 小孩都要回來做 對… 我們的家長是來哪裡有 我們的家長得高望重 得高望重 我們歡迎文英阿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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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 因為大家都在家裡 大家大大小的平安 大賺錢 大賺錢 好 再來歡迎下一位 你 你要講說我就是那個小孩嗎 要有家長有小孩嗎 對 她是家長 大家好 什麼 我是小孩 對 我們是小孩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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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今年我一定會很忘 為什麼呢 團圓的時候 就跟我們大家長 最有福氣的阿嬤 我們的文養也在一起 再來呢 跟我的偶像一起吃飯 YES 可是跟蘆花是同一個耶 沒有講蘆花耶 恭喜 謝謝她 好 首先為大家介紹我們的 紫薇靈動術達人 張維忠老師 歡迎張維忠老師 恭喜 恭喜 四字如意 謝謝 還有我們的神機妙善 他也是為風水專家 江國樂老師 歡迎張維忠老師 大家好 今年祝各位三豬開泰 為什麼三豬開泰 因為三隻豬現在很流行 三隻小豬 對… 三豬開泰 接下來是我們的新作魔女 鄭嘉玲老師 祝大家開心連連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啊 因為這個媽媽在場 我們兩人算小的 最小的一對夫妻 對 這個是大姐二姐 大哥哥哥 我本來真的在家裡 二姐 全部都會來啦 我們去丟來的女婿啦 我陸醉的啦 真的 真的 很重要耶 我們總之說有一個 貴賓要來選擇 對 沒錯 這一次呢 我們開運今天怎麼大家看到 非常豐盛的這個年菜呢 是由一個單位贊助給我們的 我們要特別感謝他們 對 他們是台北非常知名的 浙江菜喔 高級餐廳 我們邀請到邵東 這個Michael 執行副總 高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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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總好不錯 新年快樂… 高豪 我幫你介紹一下 OK 今天我們先幫他介紹 第一個開胃的冷菜 開胃菜 我們的紹興醉雞 紹興醉雞 厲害 嘉姐 家裡 醉雞開胃菜 阿姨來嗎 開胃菜 阿姨來嗎 我跟妳講 介紹完了可以吃 是 以五行來看這個雞屬金 今年是水運 所以金生水 可以帶給大家更多的財富 對 你說這個醉雞 我們如果假年在為了 的時候一直比較愛 為什麼呢 這樣就說 你這裡有剩一個雞 對 你這裡有剩一個雞 對 剩一個雞 對 是不是吃雞去雞 吃雞去雞 有剩一個雞 剩一個雞 來… 來… 副總來… 再介紹第二道 再來我們上我們的一個 洋洋得意的蒜 茴香蒜香蒜羊排 蒜羊排 茴香蒜羊排 你看 這個羊肉有學問 因為今年本事 今年本事是豬年 豬跟羊跟褲是屬於三合 它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的健康 我們會洋洋得意 對啊 但是副總這個羊排 有什麼特別的做法呢 我們這個羊排 其實是選羊的一個 最嫩的一個部分來做 然後用側選的一個茴香 去把它醃了大概兩天左右 然後再經過我們大師傅的一個 好超高的手藝 去把它呈現做一個 好香啊 真的耶 這個難怪 它的香料是浸在肉裡面 你就吃鹽肉裡面 因為它是醃漬過的 這個很香 所以一般 不一樣 因為一般像文雅 他可能吃鹽肉 可能有一個羊騷味 這個可能就比較不一樣 沒有 這個沒有羊騷味 而且 因為茴香去去它的一個腥味 是不是不稀又不油 入口即化 那種口齒流香 你告訴我 這是太好吃了 我跟你講 有時候煮鹽花肉 真的要有血溫 你知道嗎 你如果不會煮 用香香來做鹽花肉的現場 對 再來就是我們的一個 脆筍仙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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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上選 從一種通過來的仙袋子 仙袋子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仙輩的意思 就是這個 仙輩 那就是乾貝 新鮮的 這個脆筍老師要講幾句話 今年是東方木的運勢 這個脆筍代表綠色也代表木的 木中帶有一種氣息 所以整個帶動今年來說 是愛情跟學業 事業是非常分通的 綠色帶動今年的好運 好 好 這個好 好 好 這個干貝好 好 接下來介紹的這一道是 再來就是我們的 開運吉祥 精品佛跳牆 這是魚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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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刺 魚刺都是一個 魚刺整個的 不要浪費 等一下 不要浪費 麥可 不要浪費 有魚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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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招動已經亂掉了 你們兩個 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 不一樣 麥可這裏面有鮑魚 有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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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鮑魚刺 有魚刺 還有白菜 應該是 這樣是講不完的 大家吃這個來品嘗會比較快 謝謝 料好多 好多喔 鮑魚嗎 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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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重點是 這道菜名字取得好 因為它一開場就是開運 豬腳耶 對 跟開運有關 吃下它的例子 我跟你講 這個佛跳牆 算是裡面非常重要的一道菜 喔 喔 喔 什麼 什麼 不要這樣嚇死人 我告訴你要生了 那是懷孕 我跟你講佛跳牆這嘴好吃 是因為它裡面的東西都燉得很入味 然後就是入口即化 我跟你說 除了佛跳牆之外 還有一道 鴨箱把他開開 這個一打開來 一定大家娃娃叫了好不好 是什麼呢 先來獻飽了 預備 過年大家都是要圍爐 因為我們成為一個 天天有鮑魚 好漂亮喔 謝謝 好 這鮑魚頭其實精選了大的鮑魚頭 然後去用高溫去炸過 讓它有點入口即化的感覺 再加上我們那些八針料 八針就是有鮮背 有蝦子 還有魚丸 還有魷魚 還有魷魚 才搭配這個 記得啊 過年的時候一定要有魚 年年有魚 另外還有這個三道蒜甜點 對 到最後了 要來過年的時候 大家吃完以後 要來摸個麻將 或什麼時候可以搭配甜點的時候 所以我們的黃金千層膏 黃金千層膏 再講一下 先講一下 這個叫 蝦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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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是這個 黃色的是什麼 蛋黃 蛋黃跟鮮奶油 鮮奶油 對 對 在那邊搶劫 它在吃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沒在吃 對啊 可是好像鮮奶油 可是它有那種地瓜的香味 而且它沒有很甜 所以是不膩 這樣好 還有那個黑糯米 黑糯米 這個一定要講一下 黑糯米是我們精選的黑糯米 其實這對女性同友是非常好的 女性同友 對 這個老師我要先講一下 這個我要開富貴 給我們那個江老師老師 這個我要開富貴 這個黑糯米 這個叫米糕 很大人叫米糕 不然我要吃米糕 你知道 富貴糕是不是 這是黑糯米甜點 來 前面還有一個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的玉泥糕 玉泥糕 可以茶點 可以看我們的開運鑑定團 又讓你吃 而且我們要開完 開運鑑定團之後 不要忘了到高季去吃一下 OK 真的 這個真的是好 尤其是甜點 因為那個圍爐完了之後 有沒有 大家比方說開始玩牌 就旁邊放個甜點 甜點 對 感覺就非常舒服 好啦 所以今天非常謝謝 就是我們的執行副總 高顧首次 謝謝米糕 提供我們這麼好的一個年菜 如果大家家裡沒有做年菜 也沒有關係 沒有以後到高季就沒有關係 先先拜他拜託 對 各位觀眾大家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謝謝 謝謝 也謝謝我們長期欣賞總 謝謝 謝謝 謝謝米糕 謝謝 感恩 我們繼續 太好了 這邊吃 其實我告訴你 你們現在人很好命 你知道嗎 以前我們是行菜也要自己煮 現在知道 如果有高季 他在提供 價錢也不夠 你給我們放得這麼好吃 我們放米糕 我就是這樣 現在叫叫就送到我們家 對 現在外面都找到 叫我們 也減少薄熙之間的問題 我煮菜都會 這樣說一句 你先說一句 所以呢 大家都很想知道 在過年的期間呢 要吃什麼樣的食物 才會招財我們的好運 我們就請張惠宗老師 從子惠靈動樹來看 過年期間要吃哪些食物 才會帶來好運呢 張老師 我們簡單的給大家 藉由這個靈動樹 來跟大家做說明一下 這個是 我們生年的五行的顏色 來做這個說明 好 那本身來說靈動樹三個 三十三連四 四十三連四 還不是少留一點 留一點就好 好 不是 我跟你講 不是 我跟你講 你現在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你多講一點的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呢 會很快的cue給老師 對 老師你們講得很認真的 同時你就發現其他人 很認真的 老師你認真說 你不要認真給他看在這裡 好 來 三葉晉直 林生數三的人 三年四四 三年四五是三年四 假年生的人 因為他年真心屬火火 代表他興旺的浴室 所以我們以顏色來做一個決定的話 就是紅色辣椒 或是我們說的紅酒 它有紅色的氣息 它帶給你春節的運勢是 紅運當頭 所以你的二運都過去了 代表你所有的好運都會接近 林生 林動樹式的 乾祝四四五四六四 以人生的人 他本身因為天氣心化露 露代表浮氣代表柴氣的意思 天氣本身屬木 所以綠色的蔬果心 所以它的 綠色的元素的吸收 是絕對加分的 在這個同時就會有 商機無限 因為天機心的關係 所以叫商機無限 這樣就說 所以綠色的蔬果是好 林動樹五的呢 35年次 45年次 55年次 65年次 本身因為天同心帶來化露 天同心屬水 水代表黑色 所以我們說呢 芝麻湯圓的芝麻 或芝麻相關的食物 或是湯圓或是可樂 可樂也屬於黑色的 在五行當中可以提升我們的 萬福同享 同的意思 萬福同享 林動樹六的 三十六年次 四十六年次 五十六年次 六十六年次的人 本身包括叫太音心化露 太音心本身也屬水 代表黑色的 所以本身來說 紫菜屬於黑色的 海帶屬於黑色的 黑色的能量跟元素 如果多吸收的話 除了穿著跟吸收飲食方面呢 也是有暗財不絕的意思 代表什麼意思呢 表面上薪水是這麼多 其實有很多的抽佣或分紅 甚至於廠商送點小禮物 桌下的 桌下的 但是不要貪污 就是合理的接受是OK的 好不好 不要做壞事 對 原則上好不好 其次就是 林動樹七的 三十七年次 四十七年次 五十七年次 六十七年次 五年生的 因為貪囊心代表一個化露 它本身貪囊屬木 木代表的意義 所謂的櫻木就是死掉的木頭 代表我們說的木材的意思 所以經過中藥的散補 或四五湯 是不是要吃 我愛吃四五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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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湯 所以我們 男人也是四五湯 也可以吃 可以啊 當然可以 我剛才有一個朋友 以前在大師 他也是都學人說 男人吃四五湯 他就自己吃 自己吃 吃到賣子好像家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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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聽說過耶 真的 男生四湯吃九湯 會 對 很漂亮 原本就是嫁 吃醋 皮膚會更好 動作更圓圓 眼睛更媚嬌這樣 所以我是貪狼心代表桃花 什麼叫狼才女 它暗藏很多玄機 代表你 外味就是這樣 像是龍一樣 真的嗎 是外味 真的啊 這樣啦 然後是半夜以後 不得了 我說我才知道 你自己才知道 他本來就很強 是不是一歲外年 對 沒有啦 我外年也跟這幾年而已 老師有說過 好 好 秋天可以做一個姿骨 來調整一下對不對 再來是 林動樹 八的 38年次 48年次 68年次 78年次 本身來說 因為它舞曲代表它的財心 舞曲代 五行中代表屬金 金代表白色 所以我們白色的十五坨牛奶跟豆花 豆花 我有沒有聽錯啊 豆花是白色的 那牛奶是白色的 或白色巧克力也是一樣 五行的色澤是很多的玄妙道理在裡面 它代表文武兼備 什麼意思呢 小朋友吃了之後功課會進步 是 城市在社會上工作的人智慧會開啟 城市金融生意的人呢 這個商機也是一樣是無限的 裁員五種的意思 好不好 提升金的氣息喔 林凍素9的 39年次 49年次 59年次 69年次 它本身太陽星化露 在這年當中 太陽本身屬紅色的 如果番茄汁或是蘋果的外表 吸收紅色的元素 其實對你整年來說 是洋洋得意的 加油 然後就是春風得意啦 神采意義啦 與人互動 都像太陽一樣 那麼樣的遜膩 給別人幫忙 給別人互動 給別人互助 那麼就人氣指數一直上升了 有一點桃花的作用在裡面 林凍素0的三十年次 四十年次 五十年次 六十年次 本身它的財心代表巨門心 巨門心屬水 在紫蘋果素裡頭 水這本身代表 所以米漿呈現比較黑的顏色的 或是黑豆的相關製品喔 包括這種我們所說的 黑豆 紫蘿米 紫蘿米 也是提升我們這樣的一個巨門 那那個要給我 我70年次 一定要的 趕快 當然是吧 你也包出來 我給你豪哥吃 對啊 我也是啦 我也是嗎 那是70年次的 我也是70年次的 真的 真的 阿姨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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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我們的觀眾朋友 便宜記憶有沒有 這個門有沒有 代表 即門大開的意思 就是你的財 賺錢的大門大開 千克萬來的意思 也就是財源 人潮客潮一直來的意思 所以代表開門大吉 是啊 其次就是靈動術一的 31年次 41年次 51年次 61年次 71年次 它本身天良代表財心 在五行指揮的時候 代表土 土的顏色代表黃色橘色的意思 所以我們取花生 是屬於黃色的 年糕也是 猶拜也是 吃年糕 吃這個東西 不但年年高生 而且呢 事業能夠成長以外 它代表天賜良 哇 老師今天要結婚了 老師 71的 老師 71 妳跟景如一樣都71的 對 這個也像你高嘛 高主類的 對 這個我幫我走 我幫你給你總會沒有 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個糧 你看到 這個天有沒有 天是糧圓 這個整個整理 經過三天三夜 很用感情整理的 二的 小模擬是二對不對 32年次 42年次 52年次 62年次 72年次 破菌 破菌代表什麼呢 也是屬於水的能量 因為破菌帶一點破壞的感覺 對啊 所以朱雪糕喔 朱雪糕是不是黑黑的 對 還有巧克力有沒有 農情巧克力 這一天可以多吃一點巧克力 跟我們來講一下 這代表了四如破竹 有沒有看到破 破 有沒有看到 很好看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人 謝謝人真的是 你能開運耶 非常的多 阿姨啊 但是你家裡的孩子 也大家都這樣事業有成了 其實事實上說起來 你也可以在家裡這樣想想親父 對啊 為什麼就是說 還要現在找這麼多通告 你如果說過這樣 我會很抱歉 真的嗎 其實不是說找這麼多通告 有時候我懷疑我的年齡 還要讓人這樣看有戲 一些大家都會跟我照顧 我現在來賺錢不是說第一的反應 就是等一下跟你們這樣開開心心 為了我吃飯 這不是很好嗎 對啦 真的 我來講 我現在有的老闆 人家自己一個驚孫 還沒回來 很高度 很高度 我普通說有驚孫 肥 你們這裡也是一樣 驚孫 所以我算起來 是最幸福的 沒錯 驚孫關東 大家好 大家都驚孫關東 我們在懷疑的時候 就是要很多的人 所以文阿姨呢 也不是搶錢喔 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她喜歡熱鬧 對 熱鬧的感覺啦 但是我們也要問一下文婉姐 在這個九六 九五年了 古年 古年什麼人搶錢搶得最少 其實如果以這個數字 就是帳面上來看的話 是 稍等我我頭上 小小的眼睛笑話 帳面上其實最強的 以這個帳面界來講 真的還是蔡依林 古年喔 其實前年是這個 周杰倫 第一 我今年因為周杰倫 他轉在這個電影界 所以蔡依林他包括八片 包括跟一夜賣簽約的簽約金 他包括十場的演唱會 不得了 加起來大概七千多萬 對 其實他是No.1 如果說以電影界來講的話 其實是郭富城 其實你會覺得說他 金鐘影帝 金鐘影帝 其實他大概過去啦 因為大過年 不要說人怎麼樣 過去兩年他比較成績 不要說那個字喔 比較成績 但是呢 古年他像一匹黑馬一樣 他的錠非常卓越 翻身了 你知道他賺多少錢嗎 賺多少 過億 而且是 聽說是人民幣 一部錠 一部錠你就可以讓他翻身 對 非常厲害翻身 所以大家說其實點點 沒感到 沒感到 那如果是說台灣人 去大陸拍片 其實No.1是誰人 你知道嗎 是 蘇友朋 你看 真的 沒有 你會覺得說 你台灣好像還好對不對 都沒有什麼聲音 沒有喔 他在大陸非常厲害 第二名就是林心如 可是在國內的話 戲劇界第一名是王世賢 真的 這些人都 每天吃衣服 跟飯 沒有啦 就是在自己的領域上 非常厲害 有專精這樣 對…有專精 可是如果是綜藝界的話 如果靠是你開電視的感覺 一定覺得搶得最兇對不對 你這樣 六六 乃哥 乃哥 乃哥最近是 今年是紅色 四個代狀耶 四個代狀 要不要告訴我 他在接我們的這個 孤架王之前 有人幫他算過 他一個月 五百六十萬 那這樣一個月五百六十萬 一年多少 沒有 還沒幾位 可是我說還沒接孤架 如果接了孤架 大概一個月 要到八百 八百來 不是 就是你 比方說你同時有四個代狀 其實禮拜一到禮拜五 是 然後你看一年下來有多少 所以你知道嗎 我現在講的重點是說 去年 其實第一年是瓜哥 差不多九億 差不多近億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憲哥 大概是八九千萬 還是大哥大姐 對 再來就是飛哥 飛哥上來種植不重量 所以差不多是五千萬 對 但是明年 就是今年 九六年 我告訴你 你要預測了 乃哥 乃哥 我覺得 如果再這樣持續下去 不得了 他會變成No.1 他會是那個破譯 對 還有一些代言什麼的 可是你知道很好笑喔 有一個節目曾經做過 那個就是跑通告的 沒有 就做一個統計 是 就跑通告最會搶錢的 你知道第一名是誰嗎 第一名是誰 黃彩華小姐 真的 真的 我們今天不要講收入多少 就是他付光率很高 你知道第二名是誰嗎 是誰 在校 真的 不過講到這邊 這個是我們演藝圈 很多的服務業 很多的行業 也希望自己是那一匹黑馬 在新的一年可以突飛猛進 所以現在呢 我們就請鄭嘉穎老師 從星座來分析 在新的一年 哪一些星座 會突飛猛進 是一匹黑馬 會賺錢賺得兇 這很重要喔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很希望 自己是突飛猛進的那一位 為什麼呢 因為代表說 今年來說的賺錢機會來了 也許你去年算很多錢 但是今年來說的話 不僅是有機會 而且你也很想要賺錢 所以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最會搶錢最厲害的人 是哪一個星座的朋友 首先我們看一下太陽的上升 看一下我們在座有沒有上榜 我們的來賓文英阿姨 是處女座 然後我們的文婉是天秤座 等一下分別看看 大家有沒有來上榜 首先我們看一下 第五名是哪一個星座的朋友 就是剛剛文婉講到了 還有我們的文英阿姨 大家來上升 是處女座 是處女座 太陽依林也是 而且蘇友童也是處女座 所以他們新的一年 還是在繼續搶錢 是 沒有錯 鄭老師可以改星座嗎 可以啊 沒有改名改星座可以啊 我跟大家說為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她最近的第五功非常強 第五功跟我們的投資運 還有我們的偏財運 都很有關係 尤其是下半年 上半年的時候 沐昕還在射手 所以下半年 就走到了摩羯座了 所以土象星座的朋友 會特別特別的旺喔 所以是處女座的朋友 今年的話 財運可以說是突飛猛進 還是可以繼續搶錢 所以乃哥還是可以繼續搶錢 恭喜 是 這是 是 那搶錢 好 好 好 來 阿姨 說中話 對 來 接下來看看 阿姨 阿姨 阿姨還有第四名 第三名 第二名 你是第五名 是哪一個新座朋友 就是太陽上身在射手座的朋友 黃少偉 嘉玲姐姐有沒有 劉嘉玲 還有林志玲 侯佩晨 還有剛剛講到的凱華姐 通通都是射手座 為什麼呢 因為她不知不覺 就有很多的財運的機會 就像剛剛文婉講 她就是很會搶錢 人家都想要找她 機會上門了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來把握 賺錢的機會依然是突飛猛進 加油 他們都是延續的耶 對 好棒 這是第四名 等一下就會看到 有沒有我們兩位主持人 好 馬上來看一下 第三名是哪個新座的朋友 就是太陽上身走到了 景雯 你上榜了 耶 你知道走上榜 就跟得獎的感覺是一樣 好開心 老師呢 我也有上榜 我上身在上榜 你女兒哪裡比我好 她在上桌 請一下 所以兩個人都上榜了 一定要的 我們是講突飛猛進 也許景雯 也許景雯還有我們的鞋子 因為鞋子上肩也是雙組 也許在去年來說的話 你工作很多很累 可是會覺得說 台運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但是呢 今年來講的話 你的財運是 突飛猛進的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呢 今年可能有買房子的機會 有自談的機會 可以多多 好好的來把握 就是要看鞋子要不要了 要的話當然有 因為今年雙子座的結婚工 也是非常漂亮的 是 是 妳要再婚了 大家都比較關心妳 好 好 這是第三名的星座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名是哪個星座的朋友呢 就是太陽上山走到了 獅子座 老師 五五六六四個都上榜了 是 而且江老師也上榜了 有沒有看到第二的 江老師的上身在獅子 厲害 為什麼會突飛猛進 因為他就是賺五路財神 他本來有一個正職之外 他會到處去說 作秀他也搶 代言他也搶 活動他也搶 通通他都要搶 所以呢 今年是五路財神的錢 他通通都要搶 當然是突飛猛進 因為去年太不積極了 可是妳真的太囂張 會被棒架 囂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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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第一名到底是誰呢 大家都很希望 自己是第一名 馬上來看一下 一樣是 太陽上山在我們的天蠍座 太陽上山 太陽上山 太陽了 叫我第一名 叫我第一名 難怪有人放 太陽了 雖然江老師在二月初的時候 好像伏伏很順 但是在過年的時候 他真的是超旺 超旺的 我要提醒一下天蟹座的朋友 雖然你的財運非常的旺 而且是突飛猛進的格局 就是有很多人主動會來找你之外 真的 你投身理財運也滿好的 可是要注意 你的開招會突然變得很龐大 這個是要特別特別留意的 像我們的藝人 麗丁姐姐也是天蠍座 他可能也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財運是突飛猛進 節目很多 但是要注意規劃理財喔 拆來拆去 好啦 沒有賺錢 都沒有關係 對 最重要的 真的健康就是賺錢 真的 真的 這句話一定要聽 也不是說一切的 對 平安跟健康真的是全世界最重要 因為我錢都買不到 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 努力很重要 對 你上訪你整天躺在家裡 錢就要丟下來了 不會 你錢賺多了 頭髮多了 人變胖了 媽媽好 對 我真的請他把我們換錢 對啊 你沒有健鋒 要他探索 所以說呢 好 接下來再一下 我們請這個文婉姐幫我們看看 在這個96年 因為其實去年有很多的這種桃花新聞 好的也有 爛桃花也有 結果年也有 生孩子也有 那你來預測一下 96年大概會有哪一些這樣子的新聞 其實我是覺得 其實在錄這個節目以前 我在友台其實有做過一個 很大膽的預測 因為他說明年 也就是96年 96年 銀色情侶有哪些會猜花結果 頭 其實 我那時候就很大膽的預測 就是曾協志跟丁曉晴 明年機會很大 我不是亂講 不是你這樣 叫多厚 你今天在我旁邊 對 我就是過了七晚 直接名獎就對了 可是你知道嗎 就直接來 為什麼 對不對 姐姐講 沒有 你知道 一定有理由 不是說我隨便什麼 有沒有 亂點鴛鴦埔 No 我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去年大家看得到 王仁甫跟季晴 其實他們真的是已經開花 開花結果了對不對 對 可是以他們這個偶像 要來闖到演藝圈 其實經紀人本來就很嚴 最好不要談戀愛 可是最好根本就不要談戀愛 然後再來根本也不能結婚 但是王仁甫已經開了先例了 他已經當革命先烈有沒有 所以我就說其實排老二 就是第二個跟進的人 其實通常會比較輕鬆 加油 真的 所以我覺得機會很大 所以我覺得機會很大 對 OK 所以孫董因為現在的行動 可能也有力了 對 接受度應該比較高對不對 盡力而為 其實就是 你臉色怪怪的 為什麼 沒有 其實我跟你講 孫董他其實 其實他不會介意這個事情 真的 對 他只是擔心就是說 我們比方說 我們是不是工作到了一個 因為他不知道結婚後 會有什麼影響 他還是希望我們說 可以多賺一點錢 問題是你想不想結嗎 我非常想 對 真的嗎 我是很想結婚的 我從二十幾歲就超想結婚的 那丁曉晴願意這樣等你嗎 這個我 等一下我們等去 等一下我們等去 今天就馬上真心倒白一下 結婚真的很好 希望我可以影響力好 我也很想 我也很想 沒有 我一定要讓我的家人都幸福 我才會結婚 對 這個是對的 文婉 你可不可以爆料一個 大家還不知道在檯面上嗎 你說在檯面下 醞釀的嗎 對 偷偷來的 有可能在九六年 有可能在今年會中獎 怎麼中獎 有可能 有可能 其實我覺得 不曉得 其實 他應該是曉得不敢講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不具名 對 不具名 其實現在在檯面上 就是也是應該算是 協志他們那一層 就是那一口雅人的偶像 對 然後呢 他應該算是去年 他們這一票偶像裡面 賺最多錢的 你知道這樣會不會很明顯 豬年更賺 然後呢 而且很帥 那聽說呢 他跟這個 也是演員 他們其實在 已經戀情已經轉地下了 他都說 我們從來沒有啊 沒有沒有 可是曾經被拍到好幾次 可是聽說 如火如茶 好 私底下 那會不會開花結果 不曉得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 他們一直在交往當中 沒有 我是說一些 你們喔 我都跟你們交很心疊 對 你們應該也有 對 你會結婚啦 你會結婚嗎 對啊 然後阿姨挑戰 人家結婚我幫你 阿姨好像就是這麼記者 因為先生 有時候苦惡就是說 不一定啦 你有時候那個人不定性 你如果結婚了 我們心就會定性 對啦 對啦 苦惡惡又有效果 像我覺得像我們陶家 他擔心的是說 他怕說因為可能 我們在這個 因為演藝世界畢竟不穩定 對 他希望我們多存一點錢 然後想結婚的時候再結婚 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對的 不過這也是故意的 這不用擔心 人家說 我們在家裡就是緣分 如果生一個兒子 他拿一份 他早就帶過來 對 不用擔心 我看的味聲 不叫五歲的 真的 所以呢 聽老人言 師父要再演 人家要結婚 對 要結婚 對 要結婚 這樣好不好 我們現在請張維忠老師 來分析 好… 就是呢 在這個2007年金珠年 有哪一些的桃花 會浮上檯面 很特別的桃花 大家可能都在猜的 詹老師 很感謝媒體 給我這麼多的機會 來幫藝人做預言 但是我都講好 盡量少講壞的 但是鐵口直斷 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那個 作弊 不作弊 好 我們這裡叫大S跟追婚 在珠年來說有沒有 大S的氣勢如虹 他的財運跟觀運 非常地強 對 那去年來說是 周一鳴的氣勢很強 運很旺 所以整個來看的話 叫鳳 就是女孩子 旺 龍的氣勢比較弱 女情願要嫁給她的話 只要男的願意 現在最主要決定權 狗年是男的決定 為什麼 因為狗年是男的氣勢很好 人氣很高 她所主導的權力 絕對是在70%的 對… 而整個豬年來看是大S決定的 所以說她的氣勢很旺 男孩子願意跟她結為連理的話 其實是可以改變這個局勢的 尤其是甜蜜依舊 但是重點 如果周一鳴不願意 沒有接受她的熱情的話 那代表大S還有更多好的桃花會進來 對 有變動 沒有啦 這個 我講比較白話一點 就是狗年的時候 周一鳴有很多女孩子喜歡她 她選了條件更多 她的財運跟事業會更欣旺 她就認為說 這樣子把我結婚 會不會斷了我的好的財運 而今天整個氣勢是不一樣的 大S可能會有小開 可能會有富商名流 或豪門來追求她 這時候我給你機會 你不要 那不是我不要你 那我就可能 我能已經年齡了 我可能找別的選擇 精準 但我沒有講她們壞話 真實的跟她們講 我也希望她們能夠早期的年齡 能夠好事成雙 這是一個大原則 了解 因為這個周一鳴也還在事業的 這個 還在拚得起 可是她今年到了年中以後 可能有點波動 有一點小小的 這個阻礙想法 所以應該是把握的 好 其次就是她蔡依林跟周一鳴 到底會不會複合呢 一個零度數9 一個零度數7 大家都期待 他們分開一段時間 兩年多了 大家都等待嘛 有時候在觀望嘛 可能從秋就好啊 破鏡從緣對不對 很難說 破鏡從緣也三可累累了 好不好 來 各位看一下吧 空流回憶 各自分析 但是她們兩個的財運跟桃花 如日中天啊 真的 無能能擋 只是男友喜愛的 女友喜愛的 所以她們兩個結合 基本上是唯乎其為不肯的事情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的事情 但是各自的 各自很好的桃花跟事業 我們是可以期待 可以祝福她們的 好不好 真的是破鏡南緣 對喔 那還是有脫鏡 有的是有機會的 好不好 她們有機會好不好 沒有機會 這兩位都不太熟了好不好 這兩位 真的 有沒有做錯 老師你這個不熟的人 你可能不好做預測 有一點放感情在裡面 但是還是要鐵口子 因為專業 專業 我的專業一定要注重 好不好 到底如何 靈鬥樹七跟八的 本身貪狼心結合 兩個人男歡女愛 那種的糾葛有沒有 是前世今生 無法去超脫的 因為貪狼心就代表 一種情愛的意思 糾葛在一起很緊密 好不好 我們今天神秘嘉賓 是丁曉晴 出來… 剛出來了… 剛出來了 不在後面 你看 手在桌底下 本身來看一下 今年的運勢 我跟妳講一下 今年的運勢有沒有 鞋子的運勢相當的強 買車 購屋 換房子 裝潢房子 或是整個事業如日中天 所以叫做龍很強 因為他0是棟樹七的 不只他啦 三七 四七 五七 六七 尾樹是七的 都很強 那虎的運勢是平平的 丁曉晴的運勢比較平一點 所以他們兩個結合 要排除心愛 什麼叫心中的障礙 心中的障礙 你講就是 心愛亂摘擠得了 排除心是心愛 怎麼會這樣亂講啊對不對 口齒都不清 怎麼心愛 心壞 心中 有的男子可能是愛於事業 愛於家裡面的一個 是不是有祝福 或是將會影響到他的粉絲等等 或是怎麼樣 會不會給他更好的幸福 想太多了 其實娶妻生子 是一個七四難檔的年 而且今年 而且今年 丁曉晴的子女宮有沒有 子女宮 所有八得了有沒有 三八 四八 五八 六八 七八 這種人呢 他子女宮有天葵天月在照首 代表什麼呢 生兒育女 是非常具有希望的 你不要用科學方法 來阻敗這喜事 我告訴你 為什麼老師不准 這樣搞這些東西 如果真的生兒育是哪兒育女 他們本身的話 因為本身來說今年 生女兒的機率佔六比四 六比四 而且他們整個命盤來看的話 生女兒的機率是高一點點 我覺得應該問說 如果萬一不小心中獎的話 你會願意 顧上王仁甫的後者 沒有 你不要講科學方法 仁甫這樣 它是喜事 但我自己的原則 我覺得還是結了婚之後 有兒子比較好 大家是這樣說 不過是主婦的不一定 對 好… 防範的作料好就好 鞋子 為什麼有一種預感 我真的難說 有的人掛的 有的人肚子沒有辦法 我們還有得票 對 好… 好… 謝謝 鞋子 獲得預感 你會比我… 你比我早一點有小孩 可能就在今年 因為老師都這樣好 順其自然 謝謝大家 也要順其自然 我們不要改變自然 平甘就是福 聽我的平甘就是福 可是老師 其實在95年 就是有很多的桃花 也出來很多的桃花 96年還有沒有可能 有很多桃花事件 桃花的新聞事件 更多吧 我比較擔憂的是 女性的藝人 是在這一年當中 是獨佔熬頭的 女性的藝人 是大放異彩的 因為太音心產生一個化露 代表女權至上 女生的富貴 帶來的財運是亨通的 所以這點是確定的 至於你說 有沒有什麼… 什麼事情發生 桃色結婚 對… 桃色結婚 去年其實真的是還滿多 去年滿多 對… 包括碰狗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胡瓜 胡瓜是賭的事情 小姐哥也是事情 對… 像徐…徐亨吧 徐亨 台灣有類似桃色的部分 所以張老師 你剛剛的意思是說 在96年 青年 金豬年 是女生比較容易發生 這樣的桃花事件 女生很旺 而且女生可以主動求愛情 而且女生主導整個的愛情跟桃花 OK 是這樣子的意思 那姜伯樂老師 因為每年都有預測國運 我們就請教一下姜伯樂老師 2007年的台灣 她國運如何 還有運嗎 還有運 還運… 還運… 應該這個華運比較快 對… 老師要講的是 2007年 各位要知道 在命令裡面 隱身世代 什麼叫隱身世代 老虎年 猴年 蛇年跟豬年 代表意外雪光之年 隱身世代在命令學上叫 意外雪光 包括糾紛 包括是非 比較多一點 比較多 老師要預測的是 這一年 桃花事件不會比九五年多 但是老師要講的是 影距圈會有很多的意外發生 包括交通的意外 包括師父的意外 那一般的 一般的平民百姓的話 自殺潮跟憂鬱潮會重現 所以剛剛老師提到 太年代表意外雪光 所以不斷的意外 會比較多一點 在這新年一年裡面 所以我覺得真的 平安是最重要 你看像去年 其實也發生很多大的事件 沒有 要 節制等一下 這個是比較嚴重 如果這樣老師 會有你的破口 這就是要看我們的節目 為什麼 其實意外雪光它是可以預防的 跟很多的憂鬱症 跟自殺人是可以預防的 因為你看我們的節目 很多自殺的人潮 是因為景氣不好 沒賺到錢 所以自殺 很多憂鬱症是可能感情不好 沒賺到錢 對 所以看我們節目 老師會告訴你 如何開運 如何招財 因為明年是第一年 第一年代表巨門心化劑 在紫維斗樹裡頭 巨門代表一個憂鬱 多慮 緊張 懷疑 它代表口舌是非 莫名的 像我們韓國不是有個隱星嗎 被人家罵幾句 就想不開了 大家千萬不要有這種想法 那代表脫離問題 反而會帶來更多的問題 千萬不要這樣 老師要講 兩千年輕人整體 整體台灣的國運到底如何 老師在三個月前曾經預言過 股市會漲 但是老師現在來講 你以為現在是高點嗎 不是 農曆 老師講就是農曆 農曆的一月跟二月 股市還是持續會漲 股市會持續漲 但是農曆三月的時候 股市漲到一段期間的時候 它必須反昇是要往上還是往下 這個時候股市會震盪 但是重點來了 農曆的四月跟五月 台灣的政治非常非常混亂 因為這個時候 政治的紛爭非常混亂 老師要講 在立法院 我想不要拿鞋子 拿棍子 棒子都出來了 立法院在農曆的四五月 會產生很大的爭討 包括市議會很多政治的事件 停船 老師 今天歡迎 可以拿棍子進去嗎 請問可以拿棍子 偷偷的 他可以說我要拿標誌有沒有 就把它撞掉就變棍子了 好 再來農曆六月的時候 因為政治很分亂的時候 大家又在思考 經濟要往上或往下的時候 又是比較不穩定的 但是老師要講要預言的 農曆的七月跟八月 台灣的股市會跌入谷底 台灣的股市會跌入谷底 會破幾千 破新低 我想五千六千一定是可以看得到的 五千六千可以看得到 農曆的七八月 但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我要跟各位報告 在最慘的時候 這個時候 各位還很聰明 在八月底九月初的時候 要開始進場 逢第一布局 逢第一布局 我要跟各位報告 2008年總統大選 在這一波 過農曆九月之後 必有一波行情 你在農曆十月十一月 把它買了之後 在這個年底之前 股市一定又要漲 股市一定又要漲 2008年不管哪一個政黨來執政 對台灣的未來 都是可期的 都是可期的 2008年之後 甚至到2010年的時候 台灣包括跟大陸的三通 這種機會都會出現 在2010年左右 一定會出現的 好消息 五通一下 五通江老師講 意思就是說 上半年的時候 我們先投資獲利了結 下半年再來進場 比較有賺錢的機會 因為要告訴大家和氣身材 和氣身材 謝謝老師分析 謝謝老師 好 好 現在除夕的團員 吃完年夜飯之後 現在應該很多人 在這個牌桌上 已經開始在那邊遊很久了 對啊 可能是邊看電視邊遊 所以說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會教你至聖的祕法 對 內褲版專嗎 訓掉了 內褲 那是老招已經訓了 我們有新的招數 這個很特別 大家沒在做的 只有我們這裡有 希望大家在牌桌上 都可以賺大錢 但是在教大家祕法之前 我們邀請到了一個賭神 有 賭神啊 厲害了 賭神陳冠霖 掌聲鼓勵 謝謝 大家好 賭神先來幫我們做一個 周台的表演對不對 對 好 節目一開始呢 我先借一張超挑 反正我們過年嘛 過年我們變一個 過年剛才沒錢 對 對 新超越 新超一百塊 越新越好 越新越好 為什麼他越新越好 小弟 小弟剛好 新年都新超 一百塊 一百塊就好 一百塊就好 OK 要不要請其他來賓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對 因為怕大家會覺得說 我跟鞋子串同樣 我就殘酷了 真的嗎 我是看超票號 好 我殘酷喔 沒關係 來 JK大家跟我去吧 068 對 好 檢查一下 超票是撕不破的嗎 既然能夠稱為是賭神 就絕對沒辦法你們做 任何的檢查 你還沒看 OK啦 毀損國畢 對 真的嗎 JK068 好 來 來 好 我們已經驗過了 好 超票 景吾也來了 景吾也來了 那各位以前 大師都希望要有美女相伴 對 那各位以前 有沒有曾經在課本上 塗鴉過景吾 有 尤其是歷史人物 對 歷史 比如說你會畫 你會畫 畫鬍子 爆炸頭 對 還有那偶像有沒有 對 接下來我要在超票上動一點 手腳 但是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 千萬不要學 因為鬼選國畢是要被拔的 你可能過年的時候 會被媽媽吊起來 好 所以千萬注意了 這是表演 千萬不要學 好 我先畫一下 畫什麼我先不讓你們看到 對 小朋友千萬不要拿著筆 在超票上畫 因為除了你自己賺不到錢之外 你媽媽也會很生氣 你很沒禮貌耶 你怎麼把 你怎麼看 他是我們的偉人耶 我覺得國父戴上眼鏡 可能會好看一點 真的喔 但是有一種眼鏡比較酷 你知道什麼眼鏡嗎 這樣看起來更有比較好看嗎 你覺得 除了一般的眼鏡 還有什麼眼鏡 墨鏡啊 墨鏡啊 沒錯 好 我們畫 不會吧 不要 這是毀損國畢耶 這個不好看 對 對 所以我說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 千萬不要學 對 小朋友不要學 這是表演 看你畫我也好想畫 好 接下來有趣喔 這樣看起來是很時尚的 沒有 真的 接下來仔細看 太多了 沒有啦 那種形象又按摩師的 大家看好 仔細看 來囉 一 二 不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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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怕了 你把他眼鏡拿掉 沒有可能 進來一下 等一下 你可以拉拉看 我來把他眼鏡拿掉 我把他眼鏡戴上去 拉拉看 怎麼可能 拉得動 用手去拉沒關係 真的啊 戳不掉啊 緊張拉一下 把他眼鏡戴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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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戴不回去 不是 你這個太 你這個表演有點太Over了 太Over了 今天 你的皮膚戴得比較平衡 那你幫我把這個眼鏡 變成小寶 等一下 剛剛那個畫面 太震撼了吧 真的 太震撼了 怎麼會這樣 真的 眼鏡還可以刮到額頭 對啊 為什麼會這樣 那請問一下冠妮 什麼都能拉 你可以再把他眼鏡戴回去嗎 我們接 接下來 可以嗎 他把他眼鏡拿到去 哇 這個還脫紋 你也幫我拉一下 不過如果這樣子的話 其實還不夠神奇 還不夠 這樣還不夠神奇 接下來你們有沒有聽過 那種原理叫做熱障忍說 熱障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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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過 這樣子 我要需要一個打火機 不要 這鈔票 沒有沒有 我只會烤一下他而已 你在線心放他路線這裡 烤一下這個鈔票 不要這樣對鈔票 經過火這樣一烤之後 鈔票 那個眼鏡 我說國會會脹起來 一百會變五百 眼鏡會越來越大 不可能 不可能 多烤一下 不要鬧了啦 警衛麻煩你的右手 右泡 左手 來 仔細看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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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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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不可能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過年不要生氣 不可能 怎麼可能 這怎麼辦到的 你的眼鏡呢 站我這裡 鞋子 太恐怖了 大家不要顧得驚訝 總是要給點掌聲 真的 厲害 厲害 鞋子不對 對啊 剛剛我們怎麼吐都吐不起來 對啊 所以你們 真的 在外面打牌 如果有人可以把國父的眼鏡弄不見 你們千萬要小心 好啊 現在全國人名其代了 我跟你講 真的跟家人賭博 哪會贏 沒有啦 自己在家玩家人小賭OK 對喔 你怎麼可以外面打牌 你外面打牌 你外面打牌 輸我來看 輸我來看 輸我去外面 輸我去外面 所以我們要請詹老師來教我們 老師有沒有一個 打牌 詹老師 有準到拿出來 老師 老師現在還在那個心有餘記 有沒有 老師 現在幾年 會知道是都看你 對啊 孫子覓法裡頭說過 功心為喪 這個密法裡頭要備而不用 看清楚吧 備而不用 就是說我們先 你不要一上去打這個方法 等到你氣勢很弱的時候 再來用這個妙法好不好 不要靠這個 對… 第一個我們打牌的人 對啦 你我知道意思 有三個照照啦 對… 後面才用 對啦 這個法寶 我們在打麻將的時候 我們是四個人在打對不對 防塵之戰這邊 對 這三個人其實就是你們小人對不對 是 沒錯吧 因為他們是敵對的嘛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我們的拇指是不是 代表可以防小人戴戒指的 對 小拇指 小拇指防小人對不對 對 因為有的照片面相學說 這個人適合 命中缺土啦 有的人缺土 或缺木或缺金的 所以你要自己備好不同的戒指 講清楚吧 放在身上 當你覺得三個小人來勢兇兇的時候 氣勢很旺的時候 不要忘了 就先戴一個 講清楚吧 戴一個適合你 或是 命中缺什麼的五行 來做一個防小人的動作 這時候也幫自己的氣勢提升 拿牌的時候 整個的氣勢就提升很多 老師 你的意思是說我如果缺火 我就戴紅色的戒指 對 基本上是把這個小的地方 做一個壓制 幫它做一個我們提升 戴尾戒 尾戒是一定的 有的人說我不可能為了你去準備 我們想要的尾戒 那我平常的尾戒也OK囉 那就戴兩個更好啦 對 壓兩個 對 壓兩個就小人太強的意思了 好不好 如果我戴這個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對 我也阿姨 你有這樣 沒有喔 我們戴帳的準備好了 對 我可能要去外面 沒有啦 都不可以啦 其次就是我們說 整個打牌的氣勢 因為氣場你不好 你不喜歡 這時候我們只要 造成別人的不方便 或造成別人的困擾 也是一種功心為上的方法 所以記得帶一個 你喜歡的香水的味道 好 我們這樣噴一噴 噴得別人很嗆鼻之類的 這時候他的心情就受影響了 這時候整個的氣場泌漫的 會不會自己先昏倒 沒有 主要是 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誘導對方 讓對方迷惑 迷惑 可能就是會不會有影響 他不曉得會不會敢講 所以打牌的心情 就是有影響 功心為上 對 其次最狠的一章出來好不好 最狠的一章好不好 因為在這個道家裡面 有寫什麼符啊之類的 我們不用寫那麼多符啊 我們把對手的名字有沒有 各位看一下有沒有 譬如你看 我們今天跟佳麟的啦 我們打麻將 跟伯樂啦 跟伯樂啦 要寫的 當然這張是不得已啦 不得已喔 為了這樣贏錢嘛 無所不用其極 什麼下流招都用 所以伯樂 佳麟跟世訊 寫個衰知道吧 衰 衰 真的喔 好心地喔 黃老師 那個塔羅牌的老老師 這張指音這樣是黑色比較好 黑色代表烏雲密布類似 讓他們陷入 而且更可能是要把它包起來 知道吧 放在你的鞋底 還鞋底 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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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 踩小人 一踩 一踩 當然這是見招啦 可是老師 你如果打牌沒有穿鞋子 打牌因為去人家家裡啊 穿脫鞋 那你就放在你的屁股後面 會壓 壓 壓 然後最後再放兩隻 所以其實放在屁股後面的口袋 就可以了 就是把所有的晦氣 臭氣 不好的氣 帶給他們三個人 還有襪子裡面 襪子裡面 這個不傷友誼 不傷友誼 只是在排桌上的 這個比較能夠贏錢的命 我們說一句話講 愛兵無厭煞 對 我跟你說 自己知道就好 不要說 你不要說 你不要坐坐 你自己覺得不好意思 結果發現其他人 也都有用這一招 沒有 會發現到 有做這一招的人 在打牌的時候 一直踩地 要不然你都可以做 步驟不要太大 基本上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帶給人家厄運 自己的運勢能夠提升的意思 你不要一上桌就又 那這沒意思了好不好 對 好 謝謝詹老師 我個人有放那個 國際賭場去賭 感覺很奇怪 很高興 國際賭場 是啊 我們去賭船作秀 我有一次去賭船作秀 把我一半作秀的錢 都輸給賭船 很奇怪 因為常聽說啊 很多時候 在那個地方 國際賭場 都不會贏錢 還是怎麼回事啊 今天呢 我們就請江柏樂老師 來教我們 如何在國際賭場上面 賭錢可以贏錢喔 賭錢必贏的方法 你知道嗎 江老師 對付外國人耶 各位來看一下 老師這十幾年來 外交中來沒有輸賭 真的 我真的 我覺得巴士 我從來沒有輸賭 你輸賭到誰 你輸賭到誰 不是 沒有人敢跟我賭 真的 那我老師要講的是 真的 這個方法是其實 我在差不多十幾年前 我到澳門 在澳門一個非常厲害 因為那個老師 專門在幫賭場 設計賭場 他在賭場 我要講 你為什麼到澳門賭場 你賭不贏他們 對 為什麼 因為澳門的賭場 頂頭的牛頂頭都有大壺 風水的問題 風水的問題 包括門檻上面都有貼服 你怎麼賭都賭不贏他 而且聽說他們整個樓頂上面 屋頂上面 像那一個棺材蓋子 蓋著讓你進來 真的 所以各位要去賭博 要看情況 家裡自己賭 好朋友自己賭沒關係 不要去外面跟人家賭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到賭場賭 老師教你一個方法 賭博就要氣 要開到那個溫 所以怎麼來改變 第一個 準備鹽米一碗 鹽米一碗 雞蛋一顆 鹽米一碗 雞蛋準備 生雞蛋 生的雞蛋 另外你要準備 十塊錢的硬幣 十塊的硬幣 放五顆 五個 放在這個神桌的五方 就是說你用這個鹽米裝這個碗 假設這個碗裝起來之後 雞蛋放中間 那把這個五塊的人頭朝上面 這樣東 南 西 北 中 五個方位各擦 這個叫五入財神招財法 十塊錢是立著擦 立著擦 直接擦上去就好了 擦在那個你的上面 好 來 再來準備 賭場或賭博上 你到人家賭場 或到他賭博的地方的時候 但是請要記得 在門前要選一棵樹 為什麼要選樹 古代講說樹有保養 樹上又沒有樹蔭 可以保佑你 人家都手頭手 要有好兄弟 有沒有 樹頭樹有好兄弟 有當地的土地空 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把這個 這個十塊錢 各位要記得 要先怎樣 要把這個鹽米十塊錢 放在鹽米 要放三天到七天左右 或是放在你的床頭 或放在你的神桌的地方 要放三天到七天 那放完之後 把這五個銅牌 放在身上 那你要到賭場的地方 或到賭博處的地方呢 找他門前一棵大樹 大樹之後呢 另外 把這個十塊錢 放在五個方位 東南西北中丟完之後呢 輕輕的用腳跟踢速三下 咳咳咳 對 反正那個 比較稍微 腳跟不是腳尖 腳尖 腳尖 輕輕踢速三下 腳尖 再喊三 大喊一聲 百戰百勝 鴻賭必贏 那這樣去賭博 千萬千萬 老師很多的經驗是怎樣 不要走大門 你要走側門 為什麼 因為老師要跟你講 其實澳門賭樹 其實都有做過風水 幾乎每一家都有請老師做過法 對 他們在大門的上方 那種堆虎 堆八卦 你怎麼施展就側門開了 老師啊 他說你吃的東西 後來收拾 沒有 它有側門 那這個時候 如果走側門 這個還有問題對不對 我們頭頂有個百會穴 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戴一個帽子 戴個帽子 把你的頭頂這個 百會穴的地方 把它遮住 讓那個氣管 那如果我們戴帽子走大門 可不可以 你既然可以走側門 當然通常老師戴帽子走的時候 你可以看老師 把帽子脫起來之後 老師很聰明是上面貼個紅包 在上面 那個紅包 因為紅色的紅包 可以隔離會氣 讓那個氣場不會壓住 那進去之後 這個好 這要記起來 老師要跟各位講 九賭必輸 是 因為這個蓋子 通常有你看到差不多 四十分之一三千 贏就要走 十賭九輸 對 沒錯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 結果我們的賭場裡面 大家都抵不了 老師 愛情 對 那錢丟到那個書那邊 要不要再撿起來 就不要 為什麼 你把這個錢丟了之後 記得千萬不要回頭 回頭 只要糟糕回來再做一次 代表你不會贏錢 所以你一定 錢丟之後 不回頭直接走進去 一氣呵成 對 沒錯 了解了 謝謝老師 謝謝 這個是其中大家 在過年期間 不管是跟朋友 或是出國玩牌的時候 的一個好方法 對 但是我們問一個阿姨 因為我們過年 現在那麼多年輕人 有很多時數都不知道 是不是有一個初一的時候 要去什麼 走村還是走村 走村 什麼走村 走村 走村就是說 我們最好的朋友 他記得 假年這麼多歲 就是來人家 為了現在的人都悲哭哭 記得 一些以前的老的方向 都一直都要無效 說 蒟梨才可以回家 對 蒟梨才可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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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前有照片 現在人沒有 走 你們說我們去朋友 那就是去走村 但是走村 那會對 現在人家比較會走村 要帶紅包 因為如果小孩大小 你又要帶拼手 你這拼拼手 還說小孩阿伯 阿姐 你就要帶紅包 有時候說阿嬸 你不要來 我不要來騎 這樣就好了 要不要來外面吃飯 對 現在錢比較難 你如果去人家 躲到四十歲 你沒有給紅包還可以 不是 是 的意思是說我只要一個人家 我躺一個人家而已 現在來去那一百 你是不是 我要哪一百 我躺一包 躲到一個 對 這樣開始是躲到一個 走村 走村 穩穩姊有走村嗎 其實當然也是要走村 不過走村你要切記 非常忌諱兩串交 你也覺得我躺小天 不久我去人家 其實這樣不好 你要有那個量 才會帶福回來 才有那個好處 可是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走村 有一個地方一定要去 就是廟 而且你知道嗎 對 台北線有很多的廟 拜廟那不是有走村 不是 就是說你可以去廟去走 去廟拜拜 其實在五谷那邊有一間廟 很好玩 廟前面有一隻牛 然後你去拜那隻牛的時候 你可以先 當然他也是有珠型 拜掉以後 你就到那個牛面前 跟他講你是某某人 然後繞那個牛繞個三圈 那代表什麼 牛轉乾坤 會把你的會期都去除掉 其實這個是滿好的 牛轉乾坤 還有一個 學主委你們現在年輕人不知道 但是說人家說 什麼有做丹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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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樓是禮物 對 就是我們家年 但是說我們要去廟島 你剛才要去走村 不是說只帶紅包 你一定要用一個丹樓 丹樓 那有做丹樓 有一個丹樓 對 你如果說丹樓 什麼有做丹樓 丹樓 丹樓 他就像是家年 找他要回家 是 我們的阿兄的小弟的小弟 都會在外面 幫我們拖阿姑子要回家 所以現在換東西 那就是很丹樓 不一樣 一個是送人家 一個是送的 一個是自己的 自己的 其實我還有一個秘密武器 這邊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沒有我覺得 你聽起來也許沒什麼 可是這幾年來 我都這樣做 而且真的還不錯 我跟你講 你如果出去走村對不對 你不在家的時候 切記從除夕開始 我是這樣做 燈都不要關掉 尤其你覺得說 太厲害了 可是我認為 就是廚房跟房間的燈 不要鬼 還有大廳 我跟你講 財神隨時會來 真的 這個 這是絕招 還有 還有 中間重要 今天晚上 為什麼大家會在那邊 為什麼 因為就是這樣 晚上都大家不要睡 熟睡 熟睡到天空 我們的老婆老婆才會回家 熟睡 熟睡 剛剛我們講那個感覺 好像光明燈 讓那種生命好的事情進來 對 可是走村真的很重要 初一要怎樣走村 才會走到好運氣 我們要請教江國樂老師 走村也會帶來好運 老師 走村 老師有時候連往中走 往西走 他都會告訴你 對 他有一定的那個方法 老師的密招寫得太多了 好 那過年之後 如何走村求財 第一個 厲害 準備一個開米鹽跟開米 為什麼 因為鹽可以驅血 米可以轉運 是 所以準備開圓開米之後 用透明的蔬菜把它包起來之後 到大廟過鄉 像剛才文婉講的 大廟因為人多氣就旺 你要接多人的氣之後來旺自己 好不好 好 第二個 你要求貴人的話 如果說你希望你的工作上有貴人 職掌上有貴人的話 請在你居家的門口 向東方來走 求貴人 跟太陽在哪裡就往這個方向 對 太陽那個地方走 好 好 那如果是你要求財 你希望今天的財產很好的話 從你的住家的大門口 往你的南方先走 往你的南方先走 如果說你要希望這一年 可能能夠結婚 能夠生小孩 有喜氣的話呢 請記得往你居家的東南方來走 好 就一直走就對了 對 那如果走完之後呢 我們想跪去跪去 我們一直走 走到哪裡 有些人可能很聰明的話 要一直走一直走 我們在那邊走 通常我們講 離你的居家大門口 往東方 南方 或是東南方 各走七步以後 再直接往目的地就可以 好不好 你不要一直往南走 走七步 通常我們講說 走七步 或走七七十九步之後 往你的目的地去走 不要一直往南走 如果你一直往東走 你可能會走到台東去 好 那我們講 要接貴氣 物語類聚 你要常常跟有錢人在一起 跟富貴人家在一起 所以怎樣 你要拜訪有錢人 去跟人家家裡面拜年 或是呢 你可以到高級的餐廳或飯店 來喝個下午茶 其實喝個下午茶沒有多少錢 那這樣的話 你可以接你的貴氣 也可以接你的貴氣 阿姨 要接貴氣 對… 對… 這樣火熊拜訪一下 就是接一些運氣很好的人 把氣帶接過來 對…沒錯… 不錯啦 聽聽看 如果你的朋友都吃 就是輸家就不要去他們家 對… 對… 大家用紙筆抄起來 江老師幫大家招來好運 所以說 青人如果是怕春 就有紅包糖好拿 但是大家想要知道 哪一些新作的人 他初一的時候 紅包最多 他的財運最旺呢 這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在初一的時候 誰財運最旺 你要是看他的太陽跟上升 首先我們也是有排前三名 好厲害 我們在座的來賓 還有我們的主持人 直接集中 有沒有上榜 第三名就是 太陽上升在天秤座家 你好… 文婉 所以你看講 我完全天秤啦 對 我可以打牌嗎 初一財運旺最好的好不好 今天可以打牌 而且可以打一整天 漂亮 為什麼呢 因為你那天好 朋友運非常非常的好 我們跟大家講 財運旺啊 朋友也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們剛剛講到走村嘛 所以文婉還是要去走一走 還是要去廟禮拜一拜 歡迎… 挖小錢一定會賺回更大的錢回來 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 第三名送天秤座 記得過十二點趕快停喔 是… 到初二就不行 好 我們再看過來 第二名是哪個星座的朋友呢 就是太陽上升在天秤座家 這是很旺耶 真的… 楊老師 你拜拜都要跟老師握握手 抱一下好不好 你今天應該要給我們紅包 真的嗎 對啊 等一下應該要給我們紅包 為什麼呢 因為天天都在這一天 就是二月十八號 你的財博工資非常非常的漂亮 對 所以這一天的財運很旺喔 所以要買小樂透啊大樂透 通通都可以喔 也建議給發一點紅包給大家 沾沾洗洗 讓大家也沾沾你的洗洗 來年一定會更好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第一名 是哪一個星座的 好厲害 就是太陽上升在 雙人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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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都… 我們兩個都… 勝老師了 結果呢 不是啦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通通都在這裡 不會喔 沒有… 我跟大家講 因為二月十八號水星 太陽 水星 金星呢 都在我們的雙魚座裡面 只有水母要加油了 所以那天還滿幸運的 今天你穿一些比較火紅的衣服 或者是比較亮的衣服 對你來說更有開運 對 是不是 我們來從紫薇靈動術來看 哪些紫薇靈動術人 在初衣的時候呢 最旺 他可以去哪些地方 切好玉 好 好 我們的快輪快語好不好 靈動術十年有沒有 三十四年四 四十四年四 五十四年四 六十四年四 七十四年四 本身是隱言生的觀眾朋友 有沒有 他本身是長輩認同分紅不停 如果你是一個在校的學子的話 爸媽在打麻將或賭博說 你旁邊官網 那個分紅是沒有辦法 無可限量的 財運亨通的 這到時候比那個賭博的人還滿多 也就是說 你每次都在家裡 只會看見他 對 或是你賭博的對象 真的有耶 或是你參賭的對象都是 嬸嬸阿姨啦 爺爺奶奶的 他們都一直放炮放炮放炮 對 但是要去寺廟 拜之前要到寺廟 如果求個好運 帶我新年一個好的運勢 然後往東的方向走 如果斑豐座位坐向東的話 也是更旺 那所以賭博會加強就對了 還有什麼 其次就是我們說 他叫林凍樹五的 喔 35年次 45年次 55年次 65年次 75年次 他本身因為有天同心的加持 所以晚輩孝親 奉揚禮重 也是什麼意思呢 除了他的賭運很好之外呢 他本身的小孩子會帶錢回來 給爸媽孝順之外 在打麻將或小賭移情的同時呢 小孩子都故意放水給爸媽贏 這麼好 有這芝麻醬 差不多類似 當你斑豐座位坐南向北的時候 那整個堵住就下去了 好不好 好 那個堵住就下去了好不好 如果有附近靠近有水的地方 更好 有河湖的地方 林凍樹七的 謝謝 我忘到不行 3 7年次4 7年次5 7年次6 7年次 本身來說 好啦 這時候你是他朋友 你要注意了好不好 因為他是呼籠患友 人氣超旺 你找他來賭 你自己要注意 你就是那個買單的那個小孩子 對 所以像東南的座位或鬧區 賭運非常的亨通 所以呢 今天對我呢 財運又好 就今天很好 今天就贏了 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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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今天這個廚戲夜團圓 不管你現在是不是在排桌 還是還在吃 我們都是恭喜大家好不好 這個家庚一時間 我們一定要說好話 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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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 然後明天大年初一 一樣開運健康團 還是有特別節目 是的 祝大家身體健康 舒適順利 舒適順利 今天也謝謝這個溫婉姐 以及溫怡 謝謝 老師給三位老師 新年快樂 明天見 再跟媽媽的手碎 真的要自己的手碎 好